今天教大家一个承插蟹爪蓝成活率非常高的方法 这种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用上两个一次性的塑料碗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准备好蟹爪蓝的枝条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枝条 一定要非常的健壮 没有任何的病虫害 那么这枝条我们再把它截取下来之后 要注意我们一般枝条留两节左右就可以了 如果三节或四节的话 把顶部的一些嫩液给摘掉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这个伤口晾干再来扦插 然后再准备好两个一次性的塑料碗 塑料碗里面我们就装上这个智石 扦插之水用上智石是因为它非常的干净 而且保水性比较好 最关键是没有任何的病菌 扦插之后它比较容易成活不容易感染 也是很多花有公认的一个扦插神器 那么我们装上大概半碗左右的智石 再将晾干伤口的蟹爪蓝叶片 给它扦插进去 大概擦稳就可以了 把叶片插进去之后 我们再用喷壶 给它将这个智石喷到一个微微湿润的状态就可以了 再用另外一个碗把它倒扣上去 用上夹子固定 之后移到一个光线明亮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要静置一段时间 很快就能够生根 这些就是我之前用这种方法扦插的蟹爪蓝 现在已经长出了新根 大家看这个根长得非常旺盛 因为这种方法它的保湿性非常好 而且没有并均 所以承握率是特别高的 这种扦插方法非常适合新手 承握率非常高 而且非常简单 后期基本上不用管 很快就能够生根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